激情性生活不可少的六种东西 拥有完美激情的一种性生活 是每一对夫妻所期盼的 想要达到这种美妙就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东西了 在这里就告诉夫妻朋友们 激情性生活不可缺少的七种东西 第一点就是一个亲衣了 中国夫妻大多都是比较羞涩的 觉得亲衣就是一种连呼的表现 但研究形式就是拥抱亲吻 等表达亲衣的一种行为是婚姻的必需品了 日本爱妻家协会就发起过一个拥抱妻子计划 要求丈夫每天给妻子几个拥抱 包括每天出门时的一种常规拥抱 在等车等红利灯的一种时间来事迹的拥抱 从背后拥抱 露着腰紧贴在一起的一种温情拥抱 第二点就是一个情话了 有研究表明呢 夫妻间每天至少需要说三句情话 比如说我爱你 我想你 我喜欢你等等等等了 对着爱人的一种拙恶甜言蜜语 更能够打动对方哦 第三点就是沟通了 婚姻幸福的一个首要任务啊 就是呢 学习沟通和解决冲突 要加强沟通的一种效果 一方面呢 就是要用赞美来代替批评 尤其就是不能人身攻击 另一方面呢 要少用程度性的一种修饰词 如经常总视 此外呢 沟通就要避开身体疲倦 饥饿 生病或者是工作繁重等四个时间段 不然呢 就会影响一个效果了 第四点就是一个幽默了 幽默能够化解呢 缓冲矛盾 消除隔阂 幽默包含了很多的信息 爱妻子 哄妻子开心 赞美 妻子啊 接收到这些信息以后 心情自然就是多云转情了 第五点就是一个浪漫了 浪漫呢 未必是鲜花美酒 必须呢 以金钱来代替 其形式还是丰富多彩的 主要的一个内涵就是 为伴侣 做她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 妻子喜欢看电影 丈夫呢 能够耐得住性子 来陪她看完一场电影 这一种就是一个浪漫了 招服夜班回家 妻子开着卧室的灯等待 并端上一碗 又呼呼的粥 这也是一种浪漫 第六点就是一个童心了 多保留一点天真 单纯 多拥有一点爱好 好奇心 对提升婚姻的一个幸福感 是很重要的 拥有童心的人生活会更加的轻松 心境更加的快乐 也更善于发现了生活中的一种趣事 回家后啊 大门一关 夫妻 夫妻俩呢 不妨学一学 小孩子 常玩一些游戏 皮子间呢 开开玩笑啊 都是能够调剂枯燥 单调的一种 啊 皮子间呢 开开玩笑 都能够调剂枯燥 单调的一种生活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